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 别 别 你别去 你回头你再跟人打起来 你放心 这事我一定给你处理漂亮的 那你好好跟 你站着别的 你好好跟人说啊 婶儿 喂 赵丁 听说你怀上了 刚装上的 孙燕找杨顺啊 不是孙燕找 是我 我知道这样对不起你 可我没办法呀 燕他不吃饭 说什么都不吃饭 明天就手术了 那 找杨顺去 他能干什么呀 陪着孙燕 哄他开心 喂他吃饭 婶儿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你回去吧 你就大方点不成了 婶儿 你别糊涂了 这跟大不大方没关系 今天你要是跟我借钱 或是跟我借鸭子 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立马都能借给你 可顺子是我的男人 你想哪个女人 愿意把自己的男人 借出来的 再说了 杨顺跟孙燕会分开 就是因为他们根本 就走不到一块儿去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可是 别可是了 这样吧 你现在带我去看看孙燕 我要跟他说几句话 我走 可 可是一二三 行了 你放心 虽然我没文化 可是呢 我有脑子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分得清 走吧 你脑子怎么说的 疼 你不会跟人打起来吗 就是这儿 3C07 对 就是这儿 你甭管 我一个人进去 你门口待着啊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一二 我才会来看你 瞪着我干嘛 妈 你先出去 我没事 你先出去 我就跟他随便说几句 不用担心 妈 你出去把门带上 你也出来了 看什么呢 看命 别看了 这不准 这地球转来转去 星星月亮都挪窝 更何况人了 你放心 谁都不会一辈子待在那个倒霉的地方不挪窝的 不过 不过 这人和人要是分手了 如果还老想着对方 那不叫思念 那就叫犯贱 你骂谁呢 我没骂谁 我说的是个道理 我跟杨顺没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我都不好意思抓你了 你还好意思投吗 你放心 虽然咱俩有过节 可我不会把你当结果 都是女人 你难受 我也心疼 你来干什么呢 听说你不吃饭 你不吃饭 我和顺子都吃不下饭 用不着你管 你把杨顺带走 我没叫他来 不好意思 现在这事呀 归我管了 你要干什么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这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 铁人都瞎了 来 吃一口 我不吃我不用你管 你就吃一点 算我求你了 来 我不用你假死呗 我不吃 嘿 你这人缺心眼是不是 你不吃饭装可怜 你装给谁看呢 到头来 他在床上不是你自己吗 我又找你管吗 你自己好好过你的日子去吧 你别好友这来了 你不好起来 我们日子能过得好吗 我不会打扰你的 我告诉你 今天这碗饭 我必须得看你把它吃完了 你给我吃 我说了我不吃 我不吃我不吃 没事 别着急 兴许招地这招管用 您再听点 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我正在保胎呢 医生都不让我站着 你还非得让我站着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又没扯着你站着 你 好 那你就吃几口 吃完几口 我立马就走 来 不吃 那就吃一口 吃一口 吃一口立马就走 我说了我一口也不吃 你不吃你想饿死啊 反正我已经这样了 我死了更好 你别好歹你 你敢打我 我还就得制止你这个邪劲了 我问你 你摔一段腿是别人的错吗 你把日子过成这样 是别人的错吗 你妈为了你的事 她已经够伤心了 她恨不得摔一段腿 她是她自己 你真不知道 你是不是必须得 全世界都替你担心 你才开心了 你这样做 你是没出息 你妈身体下来 不知道你去寻死的 你是自私 我要你关我 敢打我 我家 你叫什么叫 我叫打你们怎么样 这怎么还更少呢 姑奶奶 二位姑奶奶 过来 过来 你干什么 别走 你在干什么呢 你给我过来你 你给我过来 她 我喂她吃吧 她不吃 她不吃好歹 她还打我呢 有话 好抛数 一个腿坏了躺床下 一个挺个大肚子在你下 斗鸡呢 你们俩这是 我告诉你啊 我这辈子是死是活 都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行 你告诉你 你的事儿 完整就管定了 好死不如俩活着 你千万别死 要不然我全不饶了你 你别放过我呀 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呀你 哎呦 为你把我气死了 走走走 回病房回病房 我过来你 那个小儿 我们先回病房了啊 你给我过来 放开我 我回来你 回来 你给我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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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吃 你给我回来你 我回来 回来 啊 哎呀 你什么怎么不行 你这还动这么大气 你个口水呢 妈 我饿了 没事了快 快赶紧 我起点闺女 自我 放开我 你非得气死我不可 说好了不扭 你这麻花你倒好 给人俩嘴巴 谢谢 哎呦 我不打他 他妈能被他折腾死了 那用得着你管吗 走 回去 要 怎么了 来来来快快 没事吧 是不是在里头折腾的 怎么样 我总在找到怀孕的感觉了 来回病房 走 哎呀哎呀 我怕谁 我怕你姑奶奶 你过来来 下次再问好就找个盆把你扣了 你再问杨顺你就不会了 杨顺你怎么想你回来啊 你你脸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哦没没没没没没事没事 快坐下来 哎哎怎么回事了 这您别问我啊 您问他 哦跟杨顺 没关系 是我自己不小心 哎呀妈好了好了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你呀 刚怀孕 怎么就可以回来呢 没回来啊 没 小意思了 还小意思呢 脸都红了 你是不是受伤了 要不要检查一下 没有 我刚检查过二宝特别健康 是不是顺子 是 杨大夫说了 二宝他好 二宝 哦对啊 如果我要怀孕双胞胎的话 那这是二宝三宝 一切都有了 你呀真是的 怀孕这么大的事 还让杨大夫转告给我 你就不能给妈打的电话 哎呀妈 这杨大夫是我的新闻发言人啊 哎呀你最近皮肤健好呀 从这边坐电梯到二楼 出了电梯就是副产客住院部了 啊好谢谢你啊 走了 哎哎你好 呃护士小姐请问一下啊 副阁住院病房怎么走 从这边坐电梯上二楼 到前台咨询一下就行 哦 好谢谢啊 等一下 瞬子啊快把二宝的照片给我们来看看 哎呦对了 什么照片还有张照片 罗勇的照片 罗勇的照片 周总您看看在这儿呢 啊你看 就这个这个 周总您看看就这个 嗯 怎么了周总 哦 叫妈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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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 一直都小习惯那个 妈员看看那照片那 这大点声 我给您倒杯水啊 嗯 妈 哎 我给您倒杯水啊 好 爸 我们不放心着地儿就来了 哦 那里边坐 你等等 我问你啊 这怎么回事这事 啊 爸 回头我跟您解释 您先请 你解释什么解释啊 叔叔阿姨 那个咱们有什么事 坐下来慢慢说 对不起闺女 我我没这个耐心啊 咱们走 爸 哎呦 不是啥呀你这是 你还没打招呼啊 打招呼啊 我打什么招呼啊 你那个脸上没丢干净是吧 不是 你别叫我爸 你不是有这个妈妈 你找那个爹去啊 爸 爸 哎 爸 好笑 顺子 呃没事啊 我出去一趟 你快去你快去 哎 哎 哎 东叔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没事您先进去 回头我再跟您说啊 哎 爸 等会儿 哎 爸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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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别走别走别走 你们听我解释 你解释 解释 周定确实是周董的规矩 我没跟你们说确实是我不对 但立上你的嘴 行啊 你让孩子把话说完嘛 说呀 但是我是怕你们上火 所以没告诉你们 你干脆一把伙伴们烧了吧 还上火 拿我们当猴耍呢 爸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是想找机会告诉你们来着 但是谁承想今天让你们撞上了 你们也是 来之前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总起来搞突然袭击 你这事怨谁啊 你听见没有 还把人拉回去保胎呢 连门都给你堵上 还有你说话的权利吗 不是 走走走走 别犯了个贱 爸 孙子 真的 你看这事弄得我们挺尴尬的 真是的 行了 我跟你爸先回去吧 不是 妈 您听我说 不是 你先上去吧儿子 那边也得哄着呀 是不是 这事先放放吧 好 我给你吧 走吧老师 去孝敬你那个亲妈去 爸 妈 真是对不起 我一直都瞒着他们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只是今天的局面有一些意外 瞒着他们 错还是在我们 出回来了吗 完了 真是窝囊了 害他们白跑一趟 算了 回头我再劝你吧 杨顺啊 这件事情啊 我们也有责任 不过你父母也需要有个消化的过程 你现在去找他们 跟他们解释也是添乱 要不然 让他们冷静一下再说 你说呢 其实早点知道也好 这样瞒着实在是太辛苦了 时间长了 他们总能谅解吧 也只能这样了 人怎么办 走 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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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事啊 这是 喂 喂 妈 我 到家了你吧 刚到一会儿 妈 那件事我 行了 妈知道 你啥话也别说了 让我们消停几天吧 妈 我们也有苦衷 你现在说啥也不管用了 我问你啊 那个招弟到底啥情况啊 你怎么让他住院了 有点先兆性流产 不过孩子保住了 没事 你看你这孩子 你真让妈妈心里发急 你看这事闹的 我还怎么去照顾啊 没事 招弟有我呢 那你要照顾仔细点听见了没有 我知道 行了 你完了呢告诉招弟啊 别让他有心理压力 好嘞 妈 你爸那儿啊 我再劝劝他 放心吧 行了 你上去照顾招弟吧 有啥事啊 打电话 好 好 拜拜 妈 杨顺 杨顺 喂 妈 这次的事情 我很感谢你能够理解 也谈不上是理解 毕竟我也有责任 刚给家里打电话了 他们怎么样 还好吧 让我好好照顾娜娜 别让她有太大压力 你母亲家里头也就剩我妈了 对了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娜娜出院以后 你们先搬到我那儿去住吧 为什么 娜娜的事情 我已经听杨岚说了 先照性流产其实挺危险的 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胎 我希望娜娜能静下心来做这件事 尤其是怀孕头三个月非常的重要 真不希望再出什么状况了 妈 这件事得问问娜娜 她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养鸭场其实不适合保胎 娜娜又也惯了 难免待在那儿又想去干活 而且杨岚已经给她建立了产妇档案 她得定期去产检 我那儿离院会近一些 你说呢 这件事我还是做不了主 我得问问娜娜 听娜娜来说 你的建议是最有效的 这一次就当是帮忙我的忙吧 否则我还真是不放心 我听明白您的意思 行 没问题 住在青岗 不行 我还要回去养鸭子呢 哎呀 来来来来 干嘛 拿出来 养鸭子现在也轮不上你 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 你在鸭场还影响我干活 回头来医院还特别麻烦 你自己说麻不麻烦 你行啊你 你现在就嫌我烦了 谁嫌你烦了 杨顺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呀 养鸭场环境又不卫生 你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 照你这么说 乡下的女人都不用养孩子了 妈想给你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你也得体谅体谅嘛 我还要回去喂老黄呢 老黄 是老黄的种 跟老黄一样能跟我通气 你把他接过来不就行了 把他接过来 对呀 接过来陪你呀 妈不想再犯错误吧 就这么定了 杨顺 你回去一趟 把老黄接过来 行 没问题 我正好谈谈扩建压场的事 这不就行了 那行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那顺子 这段时间就要辛苦你一下 两边跑了 辛苦什么必须的嘛 杨顺 一会儿文青过来 你把我的车开回去 不用 我跟娜娜现在有车了 真的 真的 我的肚皮真气 甚至奖励我的 那行 那我这些就不管了 我先走了 你去吧 你去吧 对了 回去跟老六说 会好我的鸭子 我就给他涨工资 行 没问题 还有啊 得跟三婶说说 让他有空到卫生所进修进修 那好 没问题 不不不 最主要的 还要跟冯主任说 扩建压场的事 得让他多操心 要不然呀 我这肚子里的工程就不踏实了 您还有别的事吗 没什么事了 有事我再吩咐您 你去吧 那小的先退下 退下吧 顺子 爸走了 好 你去吧 小心点啊 自己 行 你还挺有个老板的样子吧 那必须的 也不看看我是谁的闺女 喂 文静 到了 好 我们马上下来啊 文静已经到了 我们回家去 老板 行 这一次 我就听我的周秘书了 杨 我得先去办点事 你等我一会儿啊 你去哪儿啊 我尽快回来 你还干嘛去啊 你 你干嘛去啊 你等我一会儿 你们先别问 你先歇会儿啊 来 她怎么样啊 那一次以后啊 好像身体还不错 挨了打 心情哪那么不错 怕是被激发了斗志 总之 谢谢你了 我也是为了顺子 你说我挨打 我记得你也挨打了吧 来精神了 死不了 那就好 你来干嘛呀 我要回去养胎了 你呢 得留在这儿 好好地养腿 等我生完孩子 你要是还不服气 咱们到院里比划比划 你放心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行 那我就等着你了啊 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好好照顾他 这就走啊 等等 怎么着 改变主意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即便你不来找我 我也不会去找杨顺的 我有脸 你不找 架不住你妈会去找 她不去找 我公公婆婆婆也会找 再不行呀 我也会找 所以你还是赶快养好你的身体 算我拜托你了 我知道 你也好好养胎啊 谢了 哎呀 二宝呀 今儿得你好好参观一下你姥姥家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啊 是不是够气派 够不够气派呀 你呀 好好管管你的嘴 二宝都还给你学油了 那就趁这两天你就好好管管我吧 那几天哪够的 我看你还是彻底回来吧 别再为你那些烂鸭子浪费青春了啊 浪费 我那可是花园式的养鸭厂啊 我知道农村呀就是一个大花园 哎 就是大花园 我让你放 我让你踩钢上去了 小劲儿跑了 爹妈 嗨 爹妈 爹妈 爹妈回来了 我新兵回来给你管 真该恭喜你啊 爹妈 娜娜和杨生要回来住 辛苦你了 哎呀 不辛苦 娜娜是个开心果 她回来住啊 我们都高兴 快歇着啊 我去弄点吃的 姐 你回来了 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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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跟二宝商量好了 给我们那个突然袭击 是不是 娱娱 你还知道笑 行 既然你笑了 那我就饶了你了 吹一下 一脸的口水 快擦擦擦擦 慢点 谢谢 李太爷 晚上留下来吃饭 娜娜回来了 我们庆祝一下 那是必须的 为了娜娜 回到我们身边 干杯 为了姐 带着二宝回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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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不行不行 你喝一口 喝一口 婷婷说的对 你从今天开始得敬酒吧 说喝一口也不行啊 你现在怀疑啊 要多注意一些 以后跟婷婷多学去啊 啊 我跟她学 那还是算了吧 要是身处的二宝 一见到鸭子 就捏着鼻子绕道走 脏死了 谁捏着鼻子这样走 那不是吗 不是啊 别拨弄我了啊 哎呀 我说娜娜 你怎么就知道 鸭子鸭子鸭子呀 等你们家杨顺回来了 我得给她好好上上课了 嗯 小顺子 你们家娜娜呀 都进城生孩子了 你还好意思 再让她回去遭罪 啊 她又不好意思 我也得回去 你又没结婚 走个屁 哎呀不对 嗯 周总 我觉得这个杨顺啊 应该回来工作 她回来养鸭肠怎么办 给你弄一群鸭子 在家里养不就完了吗 笑 我要是你啊 嗯 我就留在青岗 瞬子要跟我过呢 就回来 要不过呀 就拉倒 听我说啊 你这是你再挑拨 你小心 你我二法师拳的配女 我是说真的 你啊 得当瞬子的领导 那你瞬子是条捷律 我做谁的瞬子她 你咋住 我就问你 如果瞬子回来了 你回不回来 废话 那不就得了 二宝你可都清醒了 赶紧给你爹发封密电 让他回来跟你娘谈剧 孟主你真这么说啊 行 那你就跟他说 无野鸭子绝不忘了他的好 以后呢 说不定他干了代理长长 对就这样 行了 那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开车注意安全 帮我跟老黄说一声 就是我想他了 挂了啊 跟谁打电话呀 我还问跟谁打电话 二宝想他爹了 你要请个代理厂长 是冯祝 他就喜欢趁火打劫 趁我不在 给顺子运了两车砖 讨好顺子 说是要给我入股 那不是挺好的吗 冯祝是那个村里的主任吧 他哪顾得上你的压厂 我呀也就是给他贴个标签 他这个人对我可战意了 知道我是你闺女 还偷偷地掉了两滴泪呢 给他挂个须职 我在村里也算有个后台了 只是压厂的事 我还是指望顺子 其他人我还真不放心 我还想建议你们 多顾几个员工呢 这样杨顺就可以回来 多陪陪你 我希望在你怀孕的时候 杨顺能待在你身边 我也这么想 可是扩建压厂的图 是他一个人画的 别人不懂 只能让他两个地方跑跑了 再说了 男人嘛 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我也不能老拴着他 这样会耽误他虔诚的 娜娜 是不是杨顺想干什么 你都支持他 只要顺次动了脑子 我就支持他 你真是个好媳妇 只有男人好了 女人才能好啊 你真这么想的 这有什么难的 赵先生好了 你才能好 麦克好了 婷婷才能好 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 杨顺好了 我女儿就好了 就是这个理 走了 咱们进去 给 你也吃 你吃吧 娜娜 以后找个机会 我去向杨顺的父母 道个歉 真的呀 其实你别生 那个坠老头的气 她平时对我真的挺好的 就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我知道 她再烦我 也是你公公呀 我知道秦州 妈 真是委屈你了 都是一家人嘛 我会想办法 跟他们搞好关系的 你放心吧 妈 我觉得 我现在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你没有我幸福 谁说的 我觉得有你这个妈 是我上辈子 修来的福分 娜娜 妈欠你太多了 你现在回到我身边 让妈好好地爱你 我怎么没喝酒 就醉了呢 娜娜 你听过骆驼的故事吗 骆驼 沙漠里的骆驼 什么故事啊 说给我听听 骆驼是一种半野生的动物 它在主人家里出生 长大以后 他就会离开主人 到野外去生活 那不是白养了吗 他还回来吗 当然会回来的 骆驼有一个特点 不管他是走多远 都会记住他出生的地方 当他成年以后 他会定期地回家 特别是 怀上小骆驼的时候 他一定会回到 主人的家里 你在说我吧 我就是那只在外头 引了很久的骆驼 现在呀 我就带着我的小宝宝 回来找你了 是不是 妈妈测过了 把你抚养成人的机会 不想再测过 把小骆驼养大的机会 你放心 我现在 已经找到自己的家了 我不会再走丢了 二宝也不会 不论你走到哪儿 我们都是你的小骆驼 娜娜 你知道吗 你带给妈妈的幸福 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你要不论你找到我了 我也一定会好好等你了 我相信新疗 我相信 你不论你 我存在 你不论你 我存在 我存在 你不论你 你不论你 我存在 你不论 我存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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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